我以前我妈在的时候 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 其实你现在就一直在想 我妈妈怎样 她怎样 她不是你妈妈 其实要的是 你父亲一个晚年稳定的生活 只要他认为幸福就是幸福 你该做到你 该做到的就可以了 黄昏恋一般是指那些丧偶的老年人 再次遇到缘分或者再婚的行为 我们俗称中老年恋爱 但这种恋爱不像年轻人那样浪漫和完美 因为大多数老人都有子女 所以在恋爱当中 会遭到很多阻碍 而今天的这对老年人 就有着相同的经历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所有的一切 还要从老王大哥和一女士的黄昏恋说起 老王60岁 一女士56岁 两位都是退休老人 其原配也都在一场意外中不幸离世 就在五年前 老王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这位56岁的一女士 两人刚见面就对彼此有了好感 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 所以没过多久 一女士就搬到老王家里 就这样 两人搭伙 过了五年之久 而在这五年当中 两人可谓是情投意合 没发生过任何矛盾 也正是因此 两人便有了领取结婚证的打算 想把这段黄昏恋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曾想 这个打算却遭到老王女儿的坚决反对 可是我们准备成那个结婚证的时候 遭到了老王儿女的反对 我就在这个几年当中 我都不断的努力 想跟那个老王的那个儿女沟通好 但是这几年下来 都没有那个 我明白您说那个意思 都没有 没有得到那个老王儿女的认同 在这五年当中 易女士也多次尝试着 和老王的子女出好关系 可每次都被冷眼相待 一直不被老王的子女认同 也正是因此 让易女士感受到了痛苦和绝望 只能把这段本应该美好的 黄昏恋画上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现如今在老王儿女的反对下 易女士已经搬出老王家 回到了儿子身边 对此 老王也感觉到愧疚和无奈 就是因为这个子女的反对 对这个事情我很纠结 您想结婚吗 肯定的 您也想结婚是吧 虽然遭到子女的反对 但两人的感情是真的 都想领取结婚证 做一对合法夫妻 另外 两人的年岁已大 这五年的相处 可以说是时间宝贵不能浪费 如果这次两人不能走到一起 那么对他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 这样的机会以后很难再有 所以 易女士的子女就想明白了这点 只要老妈开心就支持 我的儿子 他很高兴 他说只要老妈开心 他就支持 好 那其实现在的阻力就来自于王先生家这边 对吧 是的 由此可见 两位老人彼此相爱 女方的子女也都支持 唯独男方的子女反对 这就成了他们结婚的最大阻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老王的子女坚决反对呢 要说起这件事 咱们还得回顾到五年前 那时候 两人刚接触没多久就已经住到一起 而老王的女儿也为工作原因 每个周末都要回家看望老爹 除此之外 凡是知道女儿要回家的时候 易女士都会提前给她准备好可口的饭菜 但每次老王的女儿都不给好脸色 最尴尬的一次就是 易女士得知老王的女儿要回家 于是便准备了莲藕排骨汤 可是老王的女儿一口都没吃 如果就这样倒掉太可惜了 所以易女士就把这碗汤放到冰箱里 但由于记性差 这碗汤整整放了一个星期 等到了第二个周末时 恰巧不巧被老王的女儿看到 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 让老王的女儿大发雷霆 很显然 老王的女儿这是在指赃骂怀 意思就是说 易女士花着老爸的钱 还要给老爸吃剩菜 而攒下的钱却留给自己的子女 说白了就是不信任易女士 觉得这个女人和自己爸爸在一起 就是有利可图 不过老王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认为易女士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两人也从来没有因为钱的问题 半过嘴 并且两人都有退休工资 也涉及不到谁花谁钱的问题 唯一就是这个房子的继承权有待商讨 要是这么来看 在经济问题和房产问题上都已经分得很清楚 没必要为了这种事情强加干涉 如果非要说这里面有问题 那只能说易女士的条件不如老王 也许这点才是老王女儿所担心的事情 有些时候子女就觉得说 如果对方条件没有我父亲好 可能就会觉得对方是对他有所图的 在这个问题上 双方的老人和子女都应该坐下来 好好的聊一聊 我们最终这个财产 到底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规划和分配 要不说黄昏恋男就男在子女身上 有很多这种黄昏恋不选择结婚 其原因就是一旦结婚 财产分割就成了大问题 所以作为子女 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父母选择再婚 特别像老王女儿这种疑心特别重的人 更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但这种事情也会牵扯到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老人的幸福 如果说老王大哥和一女士是真心相爱 却还要遭到子女的反对 那么这种事情就由不得子女做主 应该自己决定 起码得为自己的后半生考虑 我想问一下 你们之间互相有矛盾没有 没有 所以我觉得儿女都已经18岁以上了吧 他们是个独立的个体 他无权干涉老人的婚姻 您自己不能怕儿女 有些儿女是不讲道理 您如果有主见 财产您百年之后该怎么分 他法律有规定的 如果子女不像话 您可以立遗嘱 一分钱不给他都可以 往往很多老年人 就是因为受到子女的干扰 弄得你们的晚年都不幸福 很显然 万老师对老王女儿的做法非常不满 认为这个女儿不讲道理 不分是非 既然如此 那么就不用征求她的建议 自己的幸福由自己决定 这点在法律上来讲合情合理 谁都无权干涉 不过就在此时 图类图老师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认为老王女儿的干涉 也有一定的道理 一般来说母亲再婚子女更多的不会反对 但是父亲再婚就不一样 首先从道理方面来说 像万老师所说的 老了老了 最美不过夕阳红 我再结婚 我还要征求谁的意见吗 我完完全全有我做出的权利 此外 财产 我不管分配的合理还是不合理 我都有这样的权利 这是从道理上来讲 另外从情理上来讲 父亲再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子女对于母亲的那种缅怀 那种怀念 那是显而易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嫁入男方来的女方 肯定要多受一些委屈 要更多的跟子女之间走近一些 要有更多的母性 甚至你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在对方的子女身上 我相信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将心比心的话 孩子应该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不讲是非道理 我认为女方要多付出一些 要真正走入一个成年的 女孩子内心当中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图老师的观点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讲道理 老王有权利自己做主 也有权利分配财产 即便是上当受骗作为子女 也无权干涉 这种说法也恰好符合万老师的观点 而第二种说法是情理 要说到情理 那就有些复杂了 因为情理不在道理范围内 只能从感情角度出发 去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所以按照图老师的观点来讲 一女士想要嫁给老王 那必须要多付出一些 用真心去感动老王的女儿 让老王的女儿感觉到 和亲生母亲一样的温暖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想要的幸福 但图老师的感情观 和万老师的讲道理 恰好是相反的状态 也正是因此 万老师当场做出了反驳 我不同意图老师这么光站在 南方的立场说话了 对不对 那你说作为这位大姐 这五年因为这个女儿 老别扭 如果这个女儿 一开始很和气的话 很容易很好说话 很容易接受的话 何至于闹到现在呢 凭什么 妈妈出家 孩子都可以很乐意 爸爸再婚 孩子就不乐意 万老师的发飙 让整个场面显得非常尴尬 认为图老师的感情观 明显偏向于南方 凭什么女方就要多付出 凭什么老王的女儿 在中间干涉 还得让一女士妥协 在万老师看来 这就是老王的女儿 不懂事造成的结果 所以老王就应该自己做主 同时也奉劝一女士 不要听信于那些 不切实际的感情观 更不要为了一个 不懂事的女儿 向其妥协 能处就处 不能处就分 这就是万老师主张的讲道理 那么问题来了 这段黄昏恋 究竟是应该讲道理 还是讲情理呢 当然 这所有的一切 还得听听老王女儿 本人是怎么讲的 我以前我妈在的时候 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自从他来我家了之后 我有一天回去的时候 居然看见 我上个星期的 剩饭的时候 还在家里 这就好吗 这就对我爸好吗 以前就非常迷婚头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我妈她走多久啊 你母亲那年去世的 2015年 去世不到一点 她俩就认识 然后搬到我家来住 这个你在情感儿点 接受不了是吧 肯定接受不了啊 不难看出 老王的女儿 主要还是 接受不了现实 始终怀念母亲在世的时候 所以她总是 拿一女士 跟自己的亲生母亲相比 结果相比之下 一女士 怎么都达不到 她所想象的那样 跟自己母亲 完全是两个人 也正是因此 一女士 即便是付出再多 也得不到 老王女儿的认同 因为 亲生母亲 给予的那种 爱是别人 无法代替的 所以说 老王女儿的这种思想 恰好符合 图蕾所说的感情观 也就是说 想要得到女儿的认同 那就得想办法 去感化的 或许在这方面 一女士 可能还没做到最好 但这也不能 完全怪一女士 因为即便做得再好 也代替不了 亲生母亲 所以问题还得 从老王女儿身上找 其实你现在啊 就一直在想 我妈妈怎样 她怎样 她不是你妈妈 她现在的 你给她的一个定位是 她可以陪你爸爸 过下半辈子的 一个女人 对 你可以叫她一声阿姨 这句话说的 我非常赞同 老爸找老伴 不是给女儿找妈 而是给自己 下半辈子找依靠 如果非要拿一女士 和自己的亲妈 做比较 那么这也太难为人了 这么高的定位 除了顾去的亲妈以外 我估计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代替得了 所以说 作为子女 一定要想开一点 老人到了年岁 需要一个人照顾 这个人不一定是子女 但一定是老伴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老来伴老来伴 到老了有个伴 这是最幸福的事 并且还能让子女们少操心 这种两全其美的事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说嘛 关于老王女儿 反对父亲搞黄昏恋 这件事属实不妥 但要是从情理上来讲 也能理解 毕竟一个陌生女人 占有了自己的父亲 这换作是谁一时间 都难以接受 但要是从道理上来讲 作为子女 无权干涉老人的选择 也没必要去干涉 因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再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是一女士是个骗子 又能怎样 起码老王爱过就足以了 所以说 作为子女 要理解老人的想法 也要尊重老人的选择 当老人撞了南墙回头那一刻 而作为子女的 还能欣然接受时 那才是真正的孝敬 不管怎么说 最后老王女儿 还是接受了这一切 至于能不能幸福 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 毕竟两人在一起 搭伙五年了 难不成还差一张指不成 总而言之日久见人心 希望这个家庭能和睦相处 也希望老王和一女士 白头偕老 最后 祝愿天下所有老人 能够晚年幸福 那么事已至此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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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